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感谢大家初步的信任选择了这个教学班 那么作为我来讲肯定会加倍的努力 不辜负大家的希望和信任 那么我们这门课叫材料理学 那么说到这个理学呢 我想在座的各位都肯定有一个共同的疑问 就是说我们从小到大已经学过了那么多的理学的课程 学过了那么多的理学知识 怎么还会有理学的课程要学 的确现在包括幼儿园的老师 也在给小朋友们讲这个理学的知识 说一根翘翘板 一边是一只老鼠 一边是一只猫 问哪头翘得高啊 小朋友们说 老鼠那头翘得高 老鼠说不对 老鼠那头翘得低 为什么呢 说猫本那头得耗子去了 这个确实是 是这个理学问题 那么后来呢 大家陆陆续续去确实又学了很多的理学的知识 理学的课程 那么为什么还要学理学的课程呢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 我想这样 我们先来看一些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个事情 一些个现象 那么请大家呢 用你以前学过的理学知识 来加以解释 那么如果你解释清楚 解释得非常好 那可以 这个材料学这门课你可以不学 我给你签字 好吧 那么如果说你说不清楚 解释不了这些现象 那对不起 老老实实 咱们来学材料学这门课 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是一张普通的打印纸 那么我两边呢 给它架起来 那么大家根据生活的经验啊 就很容易确认 现在大家在这个图片上看到的这种现象 就是这张纸啊 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形 中间呢 凹下去很多 是吧 这是没有问题的 由于有自动的作用 那么这个纸啊 产生了明显的变形 那么现在问题是 同样是这张纸 我给它折一下 折一下之后呢 我还是在两头给它架起来 那么大家再从这个图片上看 这一顺点这张纸啊 你几乎看不到有什么变形 不仅仅如此 在上面还可以承受一定的重量 手机肯定是有一定的分量 对不对 摆上去之后 你还是看不出 有什么变形 为什么 我们找个同学回答 回答问题好不好 请请请这位同学 请这位同学 你来分析一下 请这位穿红衣服的同学 就是黑衣服后边的同学 请你根据你以前学过的力学知识 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同样是一张纸 我就是给它折了一下 回答不出来是吧 好请坐 这个物理里头讲过没有 没说过吧 大学物理里头学过没有 教过这个没有 也没教过对吧 所以1比0 好我们再来哈 再来再看 这是一辆普通的自行车 这个自行车里头呢 它的主要的承重的部件 比如说像这个三脚架 还有前叉 后叉 还有车把 这些主要的承重部件呢 大都是用这种钢管做成的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钢管啊 它的成本要比实心的钢筋呢 要贵得多 为什么不用钢筋做啊 大家看到过就是 你在马路上看到过 满世界跑的都是钢筋自行车 没有 没见过吧 为什么不用钢筋做啊 你用以前的学过的知识 你来分析分析 我们比如再找同学 请那位同学 那个洪一峰同学 你来分析分析 用以前的知识 你分析分析 大声一点 我可以用同样的重量的 同样多的材料去做 为什么用钢管 为什么用钢管不用钢筋 成本低压 我用钢筋的话 肯定这自行车的成本 就价格就可以压下来 为什么不用钢筋呢 好 请坐 说不出来吧 中学物理没说过吧 大学物理也没教过吧 2比0 是吧 我们再给大家一次机会 你比如说我们走到外头 看到很多那个 正在修建的高楼大厦 它里头那个骨架呢 实际上主要是 主要是一些梁和柱 那么这里头梁啊 一般都是做成这种巨型界面的 大家知道都是这种 巨型界面梁 然后呢 它摆的时候呢 往往是这样立着给它摆的 对不对 为什么不让它躺下 一样的这个梁啊 为什么不给它平着摆啊 躺下的话 这肯定是稳当的多啊 为什么不给它躺着摆呢 同样这样的问题 你比如说像跳水运动 里头有一个跳板 对不对 就是忽悠忽悠 一下忽悠出去了 那个跳板它就是躺着摆的 你为什么不给它立起来啊 对吧 你分析啊 你要用你以前 你觉得以前这个 学了很多力学知识 你分析 分析不出来吧 分析不出来 那就三比零 那就我们就说好了 这个材料理学看来是 是必须学的了 对不对 你以前学过的这些力学知识 学了很多 但是这些问题你解释不了 对不对 那么当然我们学这个材料理学的目的 不光是为了解释我们生活当中 发生了一些现象 一些个事情 更主要的 我们在座的各位啊 都是未来的工程师 土木专业的工程师 机械专业的工程师 包括我们是力学专业的一些专家 是吧 那么你都是专家了 是吧 专家了 你看到这样的高楼大厦 你不能说你只会住 你不知道怎么设计啊 对不对 看到了这种很漂亮的桥梁 你不能说只会欣赏 你讲出道理来啊 对不对 你像这个图片里头 这个桥 拱圈 这叫拱圈 还有这个吊杆 设计的非常的纤细 为什么它敢设计的这么细啊 你得能讲出道理来吧 对吧 这都是工程师啊 还有你比如说 像这张图片 它就是火车底下 一个转向架 火车咱们经常坐 但是你不能只会坐 你讲出这个道理来啊 是吧 这个里头的 这个部件 为什么它们这么设计 等等等等 所以啊 包括这个现在的 大家经常看到的桥梁 包括这个公路 包括机器 是吧 包括这个船舶等等 那么这些结构 都是人设计的 人做出来的 那么应该说 我们在座的各位啊 都是未来的工程师 你以后的工作 应该说主要就是 要承担这样的重任 去设计 去建造 这样的一个结构 是吧 那么很显然 我们通过刚才的分析呢 你以前学会的力学知识 解决不到这些问题 是吧 那么我们 我们材料力学 从某种角度上讲 你学会的材料力学啊 基本上你就可以具备 来承担 此重任的 一些基本的知识 基本的一个技能了 是吧 所以你往大了说啊 这个说这个材料力学 关系到大家 这个是以后 是不是人才 是吧 你以后经济建设 成为这个人才 往小的时候 就影响你的饭碗了 以后大家就是 靠这个来吃饭 是吧 所以你说这个材料力学 重要不重要 太重要了 是吧 学不学 非得学不可 那么 这个呢 当然我们是在这儿呢 给大家 大概介绍了材料力学轮廓 那么这么一说呢 大家可能对这个材料力学 隐隐约约 有那么一个概念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隐隐约约 变成清清楚楚的 是吧 到底来看一下材料力学 到底研究什么东西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 看一下这个材料力学 这门课的任务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研究对象 每门课都有它自己的研究对象 材料力学研究什么呢 材料力学它研究这样一个东西 叫变形固体 那么这里有两个词 一个是固体 那么说固体 那就说我们材料力学不研究液体 不研究气体 只研究固体 对不对 那么另外一个变形 什么意思呢 就是材料力学它认为所有的物体都是要变形的 只要你把力加上去之后 它肯定要变形 那么这一点呢 实际上就在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之间画出了一条明显的界限 理论力学它认为什么 理论力学它认为所有的物体都是钢体 受力之后是一点都不变形的 这是理论力学研究的对象 材料力学它是不是 那怎么可能不变形呢 你橡皮筋两头一蹬 它伸长了肯定变形 对不对 你脚使劲剁一下的话 地球还有变形呢 只是你很小你看不出来 对不对 都有变形 所有的物体 材料力学认为所有的都有变形 但是变形的物体很多呀 刚才说的橡皮筋你研究吗 材料力学不研究 是吧 那地球你研究吗 不研究 还有这个水泥 这个沙子 这都是固体 原来你家里之后它都要变形 你研究吗 不研究 我们研究什么东西呀 研究变形固体里头一部分 我们把它叫构建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这个楼房里头 比如说它的梁 它的柱 它的板 楼板 还有墙等等 都是包括机器里边的车轴 这都是这些结构物里边的一些 构成的原件 我们研究这样的东西 那么即使你现在把这个范围缩小的构建 好像还是太大了点 我们材料力学还不是所有的构建都研究 研究什么呢 研究构建里头的一部分叫杆建 那么这个杆建 大家我估计有这个印象 在脑子里头马上会产生个联想 什么杆建啊 杆建 它就是在一个方向尺寸比较大 对不对 那么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尺寸方向 我们把它叫轴向 以后就经常会听到这个轴向 那么在另外垂直这个轴线的方向 就是这个横界面里头 这个尺寸呢 相对这个轴向的尺寸来讲 它比较小 那么就有这样的几何形状的构建呢 我们把它叫杆建 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 我们来分析一下 刚才我们说的结构 这个楼房里头有梁有柱 梁和柱符合这个标准吧 梁和柱是属于这个比较细长的杆建 对吧 楼板 那就可能就不是这样的 还有这个墙 墙面 那它就是在两个方的尺寸都是比较大的 是吧 就不属于这种杆建这种形式 所以说到这儿呢 我们基本上把这个材料理学研究的对象 把它框定了 就是一个是变形固体 这个主要是区分 以前大家学过的理论理学里 就说是钢体不变性 是吧 那么在具体来讲 就是最后就是落实到构建里边的感建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研究的就是材料理学 你研究构建的什么内容呢 你研究它的受力吗 受力 理论理学就研究受力了 是吧 那么我们材料理学呢 材料理学要在理论理学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 要进一步的研究什么呢 第一 叫强度 这是我们材料理学要研究的第一部分 叫强度 那么实际上在前面我们举的例子里头 比如说刚才那个桥 说那个拱圈 说那个吊杆 为什么杆设计的那么细 这句话实际上隐隐约 大家感觉的应该是一个跟什么有关 是不是就跟这个强度有关 平时大家生活里边也经常说这个强度 对不对 但是到了力学里头 这个强度是有非常严格的定义的 什么叫强度呢 强度是指构建抵抗破坏的能力 那么这个就马上就有一个问题 什么叫破坏 是吧 破坏我们经常说 力学里头破坏是指的什么呢 两种情况 一种的是断裂 像一个铁杆是吧 使劲两头一蹬 一下蹬断了 断了 断了当然就破坏了 是吧 那肯定是破坏了 这个好像比较容易接受 那么除了这种断裂 是属于这个破坏的一种之外 那么还有一种形式 我们把它叫做产生了明显的塑性变形 就拿这个一拉罐来说 你一拉罐空一拉罐 你轻轻捏的一下 一松手 它又恢复了原来形状 没有什么变形 是吧 恢复原来形状 那么这种变形呢 大家可能在中学里头都学过 这种变形就是 你加力它产生变形 一松手 把力撤出之后 变形完全消除 这种变形我们把它叫弹性变形 这个大家都知道 是吧 那么 我们说的另外一种破坏呢 是它产生了明显的塑性变形 这个所谓的塑性变形 就是你加的力比较大了之后呢 把它捏扁了之后 它恢复不了了 你力撤出了之后 它还是这样窝进去 它恢复不了了 那么这种变形我们把它叫 就是不可恢复的变形 我们把它叫塑性变形 那么如果你这个结构 在你的外力众下 产生了明显的塑性变形 这个够明显了吧 是吧 那绝对也是破坏 你要说这样的一个一拉罐 你非要把它捏碎 把它捏断的话 这个很不容易的 对吧 已经 但是你一个都捏成这样了 你就这样了 你都不说它破坏 那可可可乐公司都不愿意 是吧 你请你给人做点一拉罐 最后你给人交的全都这样的 那可可可乐公司啊 它肯定不会接受的 对不对 破坏 它认为你这个破坏了 那么 那么还有你就是像这个 撞了汽车 这个里头 那是又有断裂 又有不可恢复的这种素性变形 够明显了吧 是吧 那绝对是破坏了 好 那么这是我们材料理学研究的 一个内容 我们把它叫强度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设计的构建 必须是吧 具有一定的强度 不能发生这两种迫害 不能断 不能产生 明显的素性变形 好 这是材料理学研究的第一部分内容 我们再看材料理学除了这个之外 接下来还要研究一个什么问题呢 叫刚度 那么这个刚度呢 实际上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也经常用 也经常说这个刚度 有时候还跟这个强度经常混着说 但实际上力学里边这个强度刚度 有明确的这个 这个界限的 有明确的区别的 刚度是指什么呢 刚度是指构建 抵抗变形的能力 那么大家说你站在路说变形 前头你强度里头不是说了变形的吗 但这个地方的变形呢 是指的明显的弹性变形 前面是说的什么 明显的塑性变形 那也就是说 你虽然说你加了力之后 这个构建没有说断 也没有说产生明显的塑性变形 但是你如果有明显的弹性变形 也就是说你力撤出之后 你虽然这个变形还可以恢复 那都是不允许的 这都是要避免的 我们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你造了一座桥 这个车在桥上走的时候 它桥没有断 这个车出了桥 这个桥又完全恢复到原来的位置了 这说起来 这个说起来没有强度问题吧 它既没有断 而且出桥之后 这个变形完全消除 没有强度问题啊 对不对 但是你想啊 这个车你原来是走直线 这一上桥整个变成圆周运动了 肯定不行啊 对不对 肯定是不允许的 那么这个就是说到底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设计的 这个构建除了你强度问题之外 还得满足一个什么呢 平顺度 就是你这个桥必须有一个平顺度 另外还得讲究个舒适度 对不对 你上去之后 那你整个是直线的这样的运行 要达到这样的效果 要讲究舒适度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虽然说你没有破坏 但是产生了明显的弹性变形 也是不允许的 那么这个呢 明显弹性变形涉及了什么呢 设计的是刚度 也就是说我们设计的构建 必须保证它有足够的刚度 这是我们材料学研究的第二个方面 那么还有 材料学还要研究一样东西 研究什么呢 叫稳定性 这个稳定性呢 我们下学期专门要进行 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 那么这一学期呢 在这儿呢 我们只是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 什么叫稳定性 这个稳定性呢 比照着前头那个刚度强度定义呢 我们可以说成是什么呢 是这个构建 保持稳定的平衡状态的能力 这就是它的稳定性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设计的结构啊 它必须有足够的稳定性 足够的刚度 足够的强度 那么这个呢 应该说就是我们材料学这门课的一个主要的脉络 是吧 它的主线 那么后边的我们学习的所有的内容啊 应该说都是围绕的这个强度 刚度和包括稳定性 这样逐步逐步的展开 好 我们学了这点知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分析小问题了 分析什么小问题啊 我们简单分析 比如说我们平时经常捆扎包裹 对不对 捆扎包裹 如果你用橡皮筋来捆的话 就老是什么 捆不紧吧 是不是捆不紧呢 捆不紧那就说明这个橡皮筋在这儿就不符合使用要求 不符合捆扎包裹的使用要求 那么这种不符合是由于什么引起的 是由于强度不足 钢度不足 还是稳定性不足 很显然是由于钢度不足 是吧 这个还是有进步 是吧 你看学点学点东西 马上很多现象就可以解释了 对不对 再来我们再看 说啊 这个自行车 负重爬坡 出现了链条打滑现象 大家都骑过自行车吧 骑过自行车 你比如说男同学带的女朋友 然后负重啊 然后你上那个陡坡 上个陡坡 眼瞧的那个坡根本就骑不上去 你还非要使那个蛮力气 是吧 那么这个蹬着蹬着 有什么现象发生啊 就蹬着就突然就就听着这个有咔嗡一声 是吧 有时候还你你会明显感觉到那个脚蹬的还会抖动一下 是吧 完了之后呢 抖动了这么一下之后 马上他可能又又可以往前继续蹬了 蹬几圈 又卡绷一下 又又抖一下 就要不停的 这是爬坡的事 就是这样的现象 当然这事 这种这这档事我没干过 我说听说啊 听说有这个 那么 出现这样的现象 那么很显然在打滑的那瞬间 链条的工作状态是不符合使用要求的 对不对 正常的使用状态呢 应该是平顺的往前骑着走 那么这个时候 它是属于强度不足呢 还是钢度不足呢 还是稳定性不足 找个同学 我看看找谁来回答一下 我们找请后边那位戴眼镜的同学吧 中间 对 就是就就就就就就前面这排吧 就是跟那个红衣服还得一起的 你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出现这种现象 是属于什么不足造成的 稳定性不足 为什么呢 因为它没有出现断裂 没有出现可视性病 因为那个视性病变成就不是减 还有它 你怎么知道它没有产生 没有断裂 没有断裂是可能有断裂 断裂是可能有断裂 是吧 而且稳定性 我还没给大家说是具体的稳定性 就是什么概念 只是简单说了一个稳定性状态 好 你认为是稳定性 是吧 那么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请那位穿调那个海军衫的 同学你你你你你来分析 你觉得这个人 我觉得也就是问题性不足 也是问题性不足啊 应该请这个同学你来回答一下 分析一下 因为那个链条打滑的时候 同学是由于换个弹性变形 然后大厂的 它会比较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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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滑 完了之后又 又正常的就可以 请坐 怎么样大家觉得这个解释 对吧 还是应该是这个解释 就是应该是刚度不足 为什么呀 大家知道那个链条 大家都不知道仔细去看过没有 实际上就是两个 就这么长一个链条 这个链条实际上 中间都是两块小铁片 是吧 然后中间是用硝钉穿过去 这样一截一截一截 这样连起来 对不对 而且你想铁片一穿孔 穿那个硝钉一穿孔 铁片那个地方 实际上就削弱了很多了 这个时候 而且你是负重爬坡 你想想你要使多大的劲呢 那么这个劲呢 通过这个脚灯的通过那个齿轮最后就全部传到那个链条上 使那个链条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形 原来这个尺和那个链条那个扣是正好设计好的一扣扣一扣这样带着走 对吧 你产生了很大的变形之后呢 那就对不上了 那个尺间一下就有可能就顶到那个销钉上就把它顶出去了 顶出去之后一打滑的话 实际上这时候这个力就马上就松掉了是吧 一打滑就松掉 松掉之后 那么我们这个题目说它又可以继续 它是个打滑 打滑了之后它又继续往前走了 就说明什么呢 变形完全恢复了 恢复到原来形状又涅合在一起继续往前走 当然这个打滑的现象呢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在这里头 那么如果我们从力学的角度去分析呢 应该找到往这个钢路上去找到原因 是吧 嗯 至于还有一些摩擦的这方面的因素呢 嗯 实际上它这个齿轮和这个齿轮齿间和那个链条啊 它那个接触都是完全垂直于那个接触面的 所以这个摩擦在这里头不是起主要的作用 应该在这里头影响造成打滑的还是这个钢度不足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 那么还是这个负重爬坡 但是呢 呃会出现 有的时候会出现链条脱落的现象 并且呢无法安装和继续前行 那么你再从力学角度分析啊 出现这样的现象说明链条的 是强度不足不足还是钢度不足还是稳定性不足啊 应该是强度不足了是吧 因为这个时候啊呃变形说明它变形太大了 你掉下来之后 哎 就是掉下来之后你再往上装装装不上去了 套不进去了就说明什么 它产生了不可恢复的变形了 对不对 甚至有的时候完全有可能崩断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嗯 我记得以前我们小的时候 呃 看到那个拉蜂窝梅的三轮车啊 装的满满的一车那个蜂窝梅趴破的时候 那骑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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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碰一下就把链条就崩断了 那就是断裂 那断裂 或者是你产生了素性变形 呃明显素性变形 那都可以归到这个强度不足 对不对 呃 那么呃 呃 这是我们通过我们学的知识啊 呃解释了这些现象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 呃 进入到材料理学的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了 我们来看一下材料理学的基本的假设 每门课程都要做一些假设 基本的假设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的问题非常复杂 而且影响的因素也非常多 呃 那么我们 需要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基本的假设呢 把这些次要的因素给它排除掉 呃 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呃 通过假设呢 把我们研究的范围啊 限定在研究的领域 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哎 我说我最后后边得出的结论 我就在这个范围里边可以用 你超出了这个范围 那我不管了 对不对 它起这样的目的 那么现在我们先来看材料理学 它有什么基本假设呢 首先第一个 它叫均匀连续性假设 均匀连续性 那么这个是说的什么呢 它说的是 就是 构成那个构建的那个材质啊 呃 它是非常均匀的 呃 无论是分布的密度也好 呃 分布的内容也好 这非常均匀的 整个影感到处都是一模一样 非常均匀 呃 那这个当然是我们做的一些假设 那么呃 实际的情况呢 你包括钢材这样的材料 那从外边看 那是非常均匀的 对不对 但是它也不可能绝对的做到这么均匀 绝对 你比如说这个钢材里头 除了铁是主要的元素之外 钢材里头还有什么 有碳吧 假如说合金的话 合金钢的话 还有其他一些其他的微量元素 对不对 它没有办法保证它是绝对的均匀 那么我们怎么办 就是你这个不均匀呢 或者是你 你钢材料甚至还有气泡啊 杂质进去的时候 还有说不定还有气泡 还有一些 呃 初始的一些裂痕等等 都有可能使这个材料根本 它就不是完全的绝对的连续的 那么 我们说啊 它这些不连续性也好 它的不均匀性也好 对我们材料力学的分析来讲 影响不大 我们给它略求计 认为它就是完全是理想的一种 均匀分布 和连续分布的这样一种材料 是吧 这是第一个假设 叫均匀连续性假设 呃 那么 呃 第二种假设呢 第二个假设呢 叫各项同性的假设 呃 就是材料学它认为啊 构成材料那个材质 在各个方向的力学性能是完全一样的 呃 那么刚才大家可以想象 你这个方向 你这个方向 各个方向它 它它倒出来那个钢 它肯定是呃 一样的 那么当然这个也是呃 绝对 你要说到绝对一样 那不可能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说像这种呃 这种微小的这种差异 不影响我们力学的分析 所以我们给它略去不济了 就假设它是各项是同性的 那么另外 什么情况那些有明显的呃 各项不同性的 大家能不能想出来这样的例子啊 哎 这个方向说的木材 木材它是什么呢 它呃 你仔细剖开看的话 它有很多那种纤维 是吧 一根根这样纤维组成的 那么你顺着那个纤维的方向 和垂直于那个纤维的方向 那肯定它的力学性能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这样 呃 所以就是呃 呃 它就 木材这些不符合这个各项通行 当然 在我们有些材料学 有些问题里头呢 我们可能也会 涉及到是木材这样的材料 那么主要是呃 你这个木头嘛 主要是长的方向 让我们用的长的方向去做梁 或者什么的话 主要是设计的那个顺的 木材的一个方向的这个手臂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还是可以呃 可以将就的 是吧 还是可以认为它是可以呃 满足这个各项通行的假设 这是第二个假设 那么第三个呢 我们把它把它说是叫小变形问题 这个小变形问题呢 我想应该从这样的三个方面去理解这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 材料力学要研究变形 计算变形 就是我们材料学承认是肯定是有变形的 受力的才叫变形 所以我们说第一点要呃 呃 我们是承认变形 而且就是要计算变形 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呃 呃 我们材料去研究这变形啊 它的变形的量 与构建的原始尺寸 非常小 相比啊 小的多 呃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楼房是吧 这上面都有量 你能看出来是 它上面肯定有 还有其他的同学在上课啊 是吧 肯定受力啊 受力就是你看它是弯的吗 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 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肯定有变形 是吧 但是这个变形 跟它原始的尺寸 跟它的这个跨度啊 跟它这个横接边尺寸去比 它小的多 这是小变形里头说的第二点 呃 当然这个主要是指我们工程里边结构 是吧 呃 你你橡皮筋那就不行了 橡皮筋轻轻轻一瞪的变形 那就太大了 是吧 那么这个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我们研究的对象 工程结构 呃 符合这个条件 那么第三点 小变形问题 第三点 也是最主要的 为什么呢 你如果是只是前头两点 你说你要计算变形 计算变形 你原来已经说了 呃你说这个变形很小很小就很小嘛 对不对 呃有什么意义呢 关键是第三点 就是受力分析啊 按照原来 按照构建的原始尺寸来进行 这个说的什么意思呢 好像大家一时想象不到 那么我们看这样的例子哈 这是一个简单的两根杆件这样的行架 可能我估计大家根据中学的物理知识 是不是就可以求出这两根杆的里边的力是多少啊 我估计能求出来 是吧 呃 那么 那么 求出来的呃 呃 它的杆力是 呃 这两根杆的杆力啊 相当都是等于F 除以二倍的cosα 这个alpha是什么呢 是这两根杆和中线的夹角 呃 那么现在我们不妨假设这个alpha是什么啊 是你加这个力之前的这两根杆与中线的夹角 受力之前的一个夹角哈 那么一受力之后呢 受力之后呢 受力之后发生 会发生什么现象 变形 变形 这两根杆你既然说它所有的构件都要变形 那你肯定受力之后要变形 变形很 现在大家很容易呃 呃 它是应该伸长 对不对 两根杆件一伸长 那么A点就会向下移动吧 呃 那么上面这两个调点不动的话 就使得呃 新的平衡位置呢 到了这个位置之后 这两根杆和这个中间中线的夹角 是不是原来的alpha 不是alpha了 那你说你现在原来计算的这个力还对还是不对啊 呃 呃 呃 那我换成这个新的夹角再去算 算了之后力变了之后 这个位置是不是又变了呀 那不就没完了吗 就怎么怎么求啊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材料里就用了一个刚才说的那个第三条 就是说有变形 我计算了变形 我们后边有专门学计算这个变形 A点到底降下来多少 伸长了多少 这个我们都要学 但是这个变形很小了之后呢 它不影响我们受力分析 那么受力分析呢 按它的原始的尺寸 呃 构建的原始的尺寸 和这个结构的原始的尺寸 来算 那也就是还是用原来的α来算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问题就得到解决了 对不对 呃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那个小变形的那个 嗯 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 那么接下来呢 那我们再来看呃 第三节内容 叫感见变形的基本形式 这个刚才我们给大家前面举 举个例子 是吧 这个结构有呃 这个结构的话有高楼大厦 有桥梁 有道路 有船舶 还有机器 那么这个里边构建的话 形状是各式各样 对不对 那么受力也是各式各样 呃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说我们要去研究的怎么研究啊 你每一样东西都去研究吗 不太可能 那么后来我们的前人 他通过研究就发现 呃实际上这个力学里边的 虽然说刚才说的结构形状很多 它的那个受力的形式 加的力的形式也是各式各样 但是在力作用底下 作用下这个构建发生了变形的形式 是只有那么有限的几种 那几种呢 我们来看一下哈 呃首先第一种 我们把它叫轴向的拉伸 或者是压缩 那么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这是一根呃 呃杆件符合我们刚才那个要求 一个杆件是吧 那么如果说在这个杆件的两端 我给它施加上一个呃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纵线的和这个轴线重合的这样的一个 一对立作用的话 那么这时候这个杆件啊 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形啊 肯定肯定伸长 这个最呃非常容易想象 就会发生伸长的变形 对不对 呃在两端呃长度方向伸长的同时 在横向它有呃微量的这个呃这个搜索 对不对 这是同时发生的 就像这个图描述的这样 那么同样这是拉伸 如果反过来 如果说是我是加的是呃 那一对大小相等呃方向呢 是指向这个界面的这样的立作用的话 使这个感觉就受受什么了 就受压了对不对 受压了的话 它的变形就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形啊 就是一个压缩的变形 那么这种变形呢实际上你呃 呃归纳起来 它就是一个沿着轴向的伸长 或者是呃缩短的一个变形 就是一个长度的反应到就是 反应到长度上就是一个长度的改变 那么这种变形呢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叫轴向的拉伸或者是压缩变形 这是我们力学里头最后经过分析啊 呃得出的一个重要决定 这是它的一种基本的变形形式 那么再来看第二种 第二种叫什么叫简切 简切是怎么回事呢 呃比如说这是一小段这个构建 呃那么加什么样的力呢 我同样是加一对力 呃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但是这两个力之间的距离非常非常小 那么这个时候你想这样上下一 这样上下一撮的话 这时候的感觉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形啊 就是现在画的这种虚线画的这种叫产生 呃这个相互搓动的变形了 是不是这样 这就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用的剪刀 它不它不就是这个原理吧 对吧 它两个两个剪剪口之间有一定的距离 那么呃这样去施加 这样上下两方施加离 对吧 所以我们用剪切 为什么剪跟剪刀是有点类似的 对吧 好那么这种变形也是一种基本的变形形式 叫剪切 第三种基本变形形式叫扭转 扭转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这个一说扭转 呃生活上大家也经常用 比如说这是扭转呢 呃 更多的是出现在机器里边车轴上的 就是圆感 圆节面的杆件 那么这样反正是个杆件吧 呃 呃那么这杆件 我如果在这杆件的两个端面上施加的是利偶 施加利偶 而且这个利偶呢 它的趾就是用右手去比 抓住那个握住那个利偶旋转的方向 大拇指指出这个方向 这个主视的方向 是和这个轴的轴线是重合的 大小相等 是吧 一个往这边宁 一个往这边宁 那么这时候这个轴的话 会发生什么样变形啊 就扭了 是吧 这个就是平时经常说 那但是呢 我们到力学上就要给它一个比较确切的定义 呃就是两个端要加这样利偶 它才发生这样扭 呃 呃 发生这样扭转 那么这个扭转变形实际上怎么描述它 呃 不妨大家看这个图 如果我加力之前我给它画一条线的话 在表面给它画一条线哈 那么一拧的话 这条线肯定就跑到了这样一个斜的位置上了 是吧 那么这实际上就说明什么 任意两个端面 任意两个不同的不重合的斜面哈 它们相对之间要产生相对的转动 对不对 如果没有相对转动 你转多少我也转多少的话 它有没有这个会不会凝成这样的形状 它现在凝成那个麻花了嘛 是吧 呃 那就说明什么呢 不同的面 它的转过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那么照我现在画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呃 这个面好像是不动的 是不是这样 中间那个面好像不动 那么 中面往左的话 这些每个面啊 都会往里头转 是吧 呃 中面往右的话 这些面呢都会往外头转 而且转的大小是 呃 各不相同 离这个中面越远的话 转过去的角度呢 越大 是不是这样啊 呃 那么这种变形形式我们把它叫扭转 那么呃 呃 接下来还有第四种 第四种叫弯曲变形 弯曲变形 大家平时已经经常说 那么到力学里头怎么把它说的更准确些呢 还是一个这样的细长的构建 是吧 呃 什么不一样就是它的主式的方向啊 现在大家可以比一下主式方向 是垂直于这个杆件的轴线的 对不对 刚才那个是你握住它的话 主式是跟这个轴线是平行的 对不对 这个是你看握起来就是垂直的 跟这个黑就是这个木布的平面也是垂直的 那么如果你加这样的力偶的话 这个时候这个构建发生了变形呢 呃 我们就把它叫做是弯曲变形 那么这个弯曲变形描述 你看这个虚线画的这个弯曲变形的位置 当然这根中线没有画出来哈 也应该 这根中线啊 也应该轴线也应该变弯 那么怎么描述它呢 就是原来是 原来是 原来是笔直的这根轴线 变弯了 我这没画出来啊 应该再另外画这个轴线 画这个弯的轴线 变弯了 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吧 肯定会变弯 对不对 呃 然后呢 呃这个截面 恒截面 原来这个恒截面 你这样切进去的话 它应该是在千锤位置 对不对 现在呢 这个恒截面 是什么位置啊 就斜的位置了 也就是恒截面啊 绕着什么呢 绕着锤直翼这个目部的这根轴啊 转过了一个角度 是不是这样 呃 这是呃 弯曲变形的这个特点 呃 那么可以说我们力学里头啊 最后经过分析归纳总结 发现它的基本的变形形式 就是就这么四种 拉压或者是压缩 呃 拉伸或者是压缩 这是一种变形 第二种呢叫剪切 第三种呢叫扭转 第四种呢叫弯曲 再也没有别的其他的变形 基本的变形形式了 如果再有 那肯定是他们四种的叫组合 你可能是弯曲和扭转组合的一起 同时都发生 或者是 拉压和这个扭转 或者是弯曲组合的一起发生 是吧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基本的变形形式 呃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呃 作为这个序论课的一个结尾哈 我们给大家呃 呃 归纳下本门课程的特点和地位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与理论力学这门课程的关系 呃 理论学大家已经学过了 那么理论力学研究什么呢 理论力学研究钢体的外部效应 一个说钢体 他研究的对象是 认为它是受力之后不变形的 这是钢体 另外他研究它的外部效应 就是它的构建受到的外力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举这样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是一个行家 比如说一个行家的桥吧 呃 呃 那么它都是钢的 它有自重 对不对 在自重的自重底下 那么这两个制作 A B 两个地方 那个制作的地方要产生这个反例 对不对 呃 那么这个反例对于这个行家来讲 它就是 就是一个叫外力 是不是这样 那么另外我们看 我们研究 假如说研究这个行家里头的任意的杆件 比如说就是这段杆件 我把它取出来的话 放大了之后 哎 比如说就这么一个杆件 那么这个杆件 同样在这个自动作用底下 这个杆件肯定也会受力 那么杆件 在这个端部和这个基点之间 两头这个基点呢 就是这个 这几根杆的交界 呃 交汇的地方 它就有这个作用力 那么这个作用力呢 对于这个杆件来讲 它也是个外力 那么理论理学呢 主要研究的是 就是这种构建的外部的效应 那么材料理学呢 杆料理学呢 要在理论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去研究什么呢 研究变形固体的 这是前面就说了是吧 变形固体的内部效应 首先是内部效应 呃 我还拿这根杆件来说的话 呃 我把这个杆件拿出来 它受到外力作用 那么理论 材料理学呢 就要进一步 把我们的研究的目光 推进到这个构建的内部 比如说 我认一个横截面上 把它切开了之后 它的受力是多大 这个材料理学要研究的东西 不仅仅如此 材料理学还要研究什么呢 研究这个横截面上 每一个点处的 它的受力的强度是多少 这个材料理学要研究 所以材料理学更着重的研究的是什么呢 呃 这个构建的内部的效应 呃 外部的嘛 理论理学已经研究过了 我们直接利用 呃 除了这个 呃 内部效应之外 当然材料理学还要研究什么呢 就是变形 这是我们一开始就说了的 材料理学非常关注这个变形 好 这个是应该说 理论理学材料理学呢 应该说是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联系在哪呢 联系你理论理 材料理学的内部效应的研究 你还是得从它的外部效应 一步步进来 对不对 有联系 那么区别呢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是吧 钢体和变形固体 另外呢 它是主要是着重在内部效应 而且研究变形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材料理学这门课的特点 特点呢 我们说这门课啊 它逻辑性特别强 可能不像大家学的其他的有些课程 可能主要是一些概念 一些定义啊 死机硬背啊 这些东西 不是 它是这个特别是那个数理逻辑 从这方面来讲的话 它和大家学过的理论力学 和学过的大学物理和高等数学 这方面类似的 它就有很多数学的推导等等 是吧 要注意这样的特点 那么 材料理学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 它的概念是特别的发育 为什么呢 它特别靠近这个工程的知识 所以它有很多概念 你不像那个高等数学 可能一个定理 变出来几百个题 但是材料理学呢 除了这个逻辑强之外 它有很多的概念需要去理解 那么这个概念不是一些死的东西 它是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的 所以呢 大家在学这门课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你一定要吃透这个概念 把概念一定要吃透 当然你吃透概念的 不是说你就死机硬背 得怎么办啊 通过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 通过一些练习 来加深对这些概念的理解 那么顺便我们说一下 就是我们材料理学 这门课的一个作业 要在网上进行 就是大家可以在自己的寝室里头 或者在学校的机房里头 计算机上来做作业 那么做完作业之后 由计算机直接给大家批改作业 然后呢很快就可以得到 这个作业批改的反馈 那么有关这个网上作业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下一节课呢 再给大家说 那么最后还要就 本门课程地位 上面说的特点 第一位 我们应该有个总体的一个认识 那么我们说材料理学这门课啊 是土木 机械和力学 这样一些专业的一个技术基础课 很多的后 他的这些专业的后续课程啊 都跟材料理学这门课程 里边研究的一些基本的原理 一些方法都是有关的 都来自于材料理学 所以的话这门课是确实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是第一位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还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 这门课呢是我们在座的同学啊 可能到目前为止 接触到你的专业的 离你的专业最接近的一门课 最接近的一门课 所以就是我们说 它是了解和学习相关专业知识技术的第一门课 重要的课程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门课重要不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 是吧 一定把材料理学这门课 给它学好 学扎实 好吧 我是啊 我就是想吻了解 这门课 他一定会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想吻了解 这门课 这么多的一目的 你做什么 有什么 那么多的单手 让我去做什么 能处理